李嘉诚将生意转往欧洲已经不是今天的事了 在过去15年,和黄的核心收益里面 欧洲所占的比重由4%飙升到40% 而英国就是利时的投资重地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李嘉诚在英国到底买了些什么 首先是电信业 李嘉诚计划收购第二大电信运营商O2 成功之后就会和他已经有的三英国合拼 成为英国最大电信商 在公共运输方面 李嘉诚在英国一共投资了三个港口 而他名下的铁路公司 在英国列车租态市场的占有率都接近三成 资源业务方面 李氏现在控制了英国四分之一的电力市场 为7%的英国人口提供食水 25%的人提供燃气 另外,李嘉诚在英国有三个领袖品牌 加上有超过1000间分店,片及英论 甚至在爱尔兰都会找到李氏的足迹 李氏的资产已延伸到英论每个角落 那,英国人又怎样看李嘉诚呢? 端传媒为你带来现场报道